我們接著來講 借電池的乾脆時刻 那 借電池的乾脆時刻呢 我先講一下 我們這裡最常看到的借電池 其實就是兩種材料 一種就是阿桑 一種就是南川 因為半導體製程當中會用到的橘圓層 在28奈米之後 我的HPMG還用試用之前 覺得成績的那就是阿桑的南川 就是細的氧化物或細的氮化物 頂多裡面會差一點 銅離子、雲離子或者是佛離子 來改變它的載油溫溫度 或者是界點長出 可是主要材料都是細的氧化物 跟細的氮化物 而乾脆時刻當中呢 我先講過 乾脆時刻呢會用到什麼 離子空氣跟自由氣的時刻 而其中自由氣當中呢 細最容易反應的就是佛 佛只要碰到細 佛的自由就碰到細 就會產生佛化系 也是按佛的氣 會發療 所以界點值的時刻 界點值的時刻 大部分都會使用什麼呢 佛元素 並且搭配的是 就是整個分子 比較重的分子 因為分子 它的碰撞 它可以 游離化變成離子 而它如果分子序 分子序量很大的話 它也可以有攻擊的效果 而撞擊出來的自由氣 又有化學石核的效果 所以它通常會造什麼呢 這種含有佛的重離子 含有佛的重離子 那最常使用的是什麼呢 最常使用的是CF4 CHF3 C2F4 CGH8 就是碳佛化物 碳佛氣 碳佛氣 那它可以變成離子化之後呢 去轟擊 來做破壞的原理的轟擊這個動作 也可以 撞出佛的自由氣 產生化學反應 而碳佛無化物的好處是 在常溫的情況下 碳佛無化物是一個很穩定的氣磅 並不會跟二氧化系 或是氮化系反應 也就是它如果是個完美的中性分子 氣磅分子 它碰到阿長 碰到麥長 它本身沒有10顆的效果 它本身不是腐蝕性的心理 而是形成電漿 打完電漿之後呢 分解出佛樂自由氣之後呢 它才會開始產生強烈的化學反應 所以它必須是電漿化之後 才具有10顆效果 因為CF4 這些碳佛氣 都是穩定的氣磅分子 它必須是解離 並且釋放出自由氣之後 才會有強烈的化學反應 跟二氧化系或淡化系 然後反應出四佛化系出來 所以佛這個東西呢 在乎城市裡面是很常見到的 不論是容易過的事情 不論是容易過的事情 那各位也重視像佛 可能還有什麼 佛還可以殺菌 有沒有 所以呢 牙膏裡面可能會產電佛 游泳池裡面 為了殺子細菌 有時候會有一點佛 但是現在怕佛太強了 所以都是用什麼呢 濾氣 大家知道 其用紙都會產一些 濾氣有沒有 殺菌 大家都知道 化學元素表裡面 最右邊的元素 佛綠 秀 都是 腐蝕性 化學活性 很強的東西 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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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對於 周期表 敬畏一下 那一塊的元素 佛綠秀 這類的東西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謝佛打電降臨的心肺 所以加佛 佛又出來去大家看 變成這樣子 好 而因為它呢 你如果只用佛 只用謝佛 反過來 溫點氣只有謝佛 它用的是自由基 而自由基的石科 是化學反應 化學石科 是一個等向性石科 它的形狀就會不好 它就會測向石科 所以一定會要摻什麼呢 氧氣 增加磷子風機 這樣它才會突彎 它吃出來才會 不會是 比較不會 像兩側的感覺 才會吃出來比較直 也就是說 你要把它變成 白衣石磷子 先用空擠 空 把材料空爛的時候 再用佛自由基 它化學反應速度會很快 那它再往下吃的速度 就會比往側面的速度 快很多 所以呢 基本上它會用氧氣 不會單純的只有謝佛 它會用氧氣 如果存在謝佛的話 總化學石科 碳也會產生氧氣 產生側降石科 這樣就不好 這樣就不好 那 有的時候呢 好像在參入免氧氣 為什麼要參入氧氣呢 參入氧氣是要消耗著你的碳 釋放出更多的佛 因為 碳會跟氧的反應 所以你通洩 佛的時候呢 釋放出佛 你在免氧 把一些碳的消耗 又可以釋放出更多的佛 所以加點氧氣去更碳 你可以釋放出更多佛的自由性 可以提高你的石科速率 因為佛的濃度就會變多了 佛自由性的濃度就會變多了 那加氧氣改變選擇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這些事情呢 沒有那麼清楚的描述它 這就是經驗的結果 而界電子石科呢 最要擔心的就是佛碳 佛漢 佛漢 什麼叫佛漢比呢 就是你通路的氣體是CF4 但是它經過電 將撞出自由接觸跟著CF3 CF3呢 再通過碰撞之後 再撞出一個佛出來 就會變成CF2 也就是說 當你的氣體只有CF4 而佛消耗很快的時候 它為了產生更多的佛出來 它就會從CF4變成CF3 一定的CF2 可是一旦看到CF2 可是一旦看到CF2 就有一個大區域 是什麼 CF4是一個碳 四周有四個佛 當你把兩個佛拿掉之後呢 它就會產生兩個斷間 兩個佛的間接 兩個斷間 那這時候它會跟旁邊的CF2 斷間跟斷間結合 一堆的CF4就會合 變成強烈狀的 就變成強烈狀的碳佛 然後我去合理 像 沒有寫 沒有寫 我就寫白白 這樣子 當我們CF4的化學器裡面佛的損耗 佛的消化量太多的時候 這種造成 我的原本是CF4 一個碳佛 配四個佛 這就叫CF4嗎 對不對 而我撞出兩個自由景之後變成什麼 變成CF2 那如果我的氣體分子裡面存在著CF2 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旁邊的事物就是跟它合理 再合理 再合理 就變成一連串的 只要最後有一個CF3 含頭含尾 馬上就變成一個長鏈狀的聚合物 多碳的聚合物出來 而這個呢 會是固體 這個就會變成固體 就會變成一個長鏈狀的聚合物 那這個聚合物呢 就會在原本的10顆 但是整個氣體變成CF2太多之後 他表面就會形成長年狀的CM2的聚合物 就變成博墨沉積了 就變成有聚合物沉積在進入表面 這時候要怎麼去服他啊 要嘛就是阻止他 變成CM2 要嘛就是怎樣呢 我形成CM2之後 我再用離子攻擊把CM2再攻擊掉 但是說壞了 你攻擊掉他就可能會再形成啊 所以重點是 不要讓他消耗 消耗到剩下CM4 不要啦 不要讓CM2變成什麼呢 變成CM2 所以 在氣力的使用範圍也看到 當你的 佛碳比碳紅色 佛碳比大於2以上的時候呢 佛碳比大於2以上的時候呢 主要是10顆 但是佛碳比開始小於2的時候呢 就變成無聚合了 你就知道靠什麼呢 你就知道靠你的偏壓 直流壓加起來封擊 原本會發生聚合呢 只要你的封擊電壓強一點 自封擊強一點 它還是會是10顆的 等於是什麼呢 現負快要聚合了 但是離子封擊會把它封掉 那中和的結果就是10顆 但是問題的直流POWER不夠強 那就聚合效應大於2 主要效應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就要小心了 佛碳比要盡量保持大於2 佛碳比要大於2 那要怎麼來控制佛碳比呢 我們先沒講過 佛碳比因為之所以 開始會去聚合或小於2 是因為什麼 我釋放出太多的佛 留下了孤單的碳 而孤單的碳就跟旁邊的孤單的碳 形成一堆的羨腹的缺合物 那如何直接解決這個孤單的碳呢 給它癢 給它癢的時候 它就去跟癢健健 很不會再去找旁邊的羨腹了 所以呢最好是怎樣的 直接通一些癢 或者是說 你直接去拉屎坑癢化物會比較好 或是通一點癢 通一點癢呢 癢跟碳活化物 然後你的碳會發生成CO跟CO2 所以這時候呢 孤單的CF2 你給它癢 直接把碳拿走之後 它會幫你更是腦筋更多的佛出來 所以拆一些癢氣進去 原本的CF2 你給它的癢 給它癢之後就能CO加上什麼呢 加上量的F了嘛 給它癢 再把它彈就掉 反而釋放出更多的自由基礎 所以加個癢進去 可以阻止 長面狀的具有無法 或者換言之 你讓這個碳 老有所重 讓它有地方可以去 湊排它 不至於去找其他的CF2 倒排它 直接把碳解決掉 所以 所以呢 要釋放出更多的佛 你可以餐點癢進去 餐點癢進去 你如果知道它石刻的東西是氧化物的話 石刻氧化物裡面的癢就會來幫你 回到電章器裡面 幫你釋放出更多的佛出來 來保持佛和米 保持佛和米 一個靠的是電章的物理風景 一個靠的是什麼呢 即使聚樂物產生了 你還是可以用氧 投氧氣 金針電章 氧電章還是可以跟 碳活化物裡面的碳 產生揮發的氧化碳到氧化碳的產物 所以即使有長電狀聚樂物 你還是可以透過氧電章把它燒掉 因為只要有碳給它氧 就可以把碳給你除掉 而是把石家的火給吸放出來 所以氧電章是很好用的 氧電章很好用的 所以氧電章不只是可以蓄光阻 還可以蓄這些聚樂物 在麥當勒之城裡面 常常看到的缺乏 基本上都還能盤 不然去燒料它最好 那介電子石刻呢 用的是通緝把它損傷 強烈也是通緝把它打斷 要把石把它撞掉 要不是把它撞敗 然後後面的自由氣去跟它反應 所以介電子石刻用的是損傷機制 成衣在電章式跟反應式中的 去合物也就是碳氫的 碳氫的CF2的去合物呢 你可以用一樣電章把它給燒掉 讓電章把它清潔掉 清潔掉它 那或者說你在石刻的過程 或者是說有些電章的成衣的槍體呢 清潔許多歐的 呃 阿傘或是丹串的 的文化成衣在 化學氣象成績 或者說電章的槍體的四周 如果有 二氧化性 或是氮化性的成績的話 你可以用CF2的電章 因為你沒有縫 去把它洗合掉 那接著開始特地取了一堆的粒子 這些粒子其實沒有很好 但是 OK 它取了一堆的粒子是什麼呢 我們想要加 Modfet的Source Drive 當電競體做完的時候 這是個電競體 很多的電競體排列在一起 這通常是氣體 氣體才會排得這麼密 好嗎 這裡有一堆的電競體 然後最後呢 絕緣者把它封出之後 你要用金屬連接線 把Source Drive 金屬給拉出來 那金屬要拉出來的時候 你叫挖洞 你要露出 露出你的Stick出來 你Source Drive的表面要露出來 於是你就需要開黃光 圖案畫然後露出來 而光竹的大小呢 你會看到光竹這裡 中間的洞 會比這裡的洞還會很大 但是不怕 為什麼呢 我在10顆的過程中 灰色的是阿塞 灰色的是阿塞 10顆阿塞比較快 不太10顆 那一船呢 該是10顆氣體 然後去10顆他 10顆怎樣呢 我在10顆的過程中 我主要是10顆阿塞 而那一船不10顆 10顆阿塞 然後Source Drive 一定不太 最好是不太10顆的 那他 看起來他舉了一個是什麼東西 就 寫了 沒有寫 基本上 這個地方 一般 不太會使用膜 為什麼 佛 當講說這裡是阿塞 可以到底吃吃吃吃吃 可是呢 當這裡吃開始後 那一船就有出來了 那一船就有出來了 佛會不會是那一船 佛會 佛會吃那一船 只是他跟阿塞的疏離有點差 所以他絕對不是純的佛 他充一些其他的氣體進去 只是這裡特別這地方 他有描述說他用什麼東西嗎 好像沒有了 好像沒有了 但是直接畫圖而已 可是這樣就是 出現一個問題啊 這種Safe Line 自我對著 叫什麼呢 自我對著就是 卡雷在這裡 可是我黃光開的洞 你卡雷洞大 但是不擔心 因為他會 只找阿塞吃 Nitron不吃 最後中間這個肉就會吃乾淨出來 所以你必須要找到一個氣體是怎樣呢 主要是吃阿塞比較快 吃Nitron較慢的東西 如果是容易 很簡單 容易可以用什麼 韓佛的 韓佛的 韓佛的CN1 Nitron怕的是零酸 阿塞開來的是HF或BOE 用時事時刻是可以這樣子吃下 但是他一直會側向時刻 所以如果你炮BOE We will know more We will know more 只會留下I try 就你原本要封這個地方 就沒有封住了 就整個漏出來 那金屬填進來就是正片段路 所以這個地方奇怪 會不會沒有特別寫的情形吧 會不會沒有特別寫的 好 沒關係 這個地方 因為各家的機台 用的Racer不太一樣 沒有關係 我們直接來找 看Google有沒有 這個叫做Content Ac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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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看這個Diamonds 這個叫做 passed 沒問題 idental 所以看有一些很重要的 是 有些 是 是 有些 是 是 沒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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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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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所以 各位講什麼呢 Tone C4 他同時也會吃什麼呢 吃R 他請問會不會吃C 如果單純C5會吃 也是會嗎 而且可能吃更快對不對 不會吃更快 癢會是最快的 因為癢 吃出來的癢 就會跟太白 一直放出更多的 所以 吃癢 吃二氧化是最快的 但是 細也不會吃 所以他會要控制選擇 比較 加什麼 加氫氣 所以 代表不同的氫氣 他會 細 二氧化細 半氫化細 三種的時刻數率 應該會不一樣 所以 他應該是 微調 通的氫氣的 流量 氫氣的濃度 去改變選擇 去改變選擇 所以 要達到這樣的時刻 就必須要調配 輕氣進去 使得這個 這個量 第一個 吃阿賽百分之最快 因為吃阿賽 所產生的負產物癢 又會再去跟 洩霍 反應 發出更多的火 所以首先 阿賽百分之吃最快 可是你又要提高 選擇 你讓他吃 Nitra Thin 很慢一點的話 就會加 什麼呢 加氫氣 而 就算你再怎麼加氫氣 請問 當你Stick露出來了 表面的時候 是不是會傷到你的 Soft Drain 你的 Soft Drain 是不是很會 凹陷下去 所以 真實的發動力製成呢 在 康類的地方 不會是單純的 而是怎樣呢 在吃康類之前 他會再沉積一層 Nitride 這層 Nitride 會有一個包包的 Nitride 這個Nitride 稱之為 Comphead H-E Stop Lair 就是 你在吃 Comphead的時候呢 停在 這個阿賽上面 然後最後呢 只要微微的 把這個Nitride 也吃掉 Sleep就打開了 因為 你如果這裡 沒有一個 Nitride在這邊的話 在吃阿賽的過程中 只要這阿賽一吃掉 Sleep的肉出來 Sleep就會被 吃熬下去 再填金屬進來 萬一這金屬 擴散到 超過junction的話 就會造成原件斷入 這樣才會 所以呢 就會有一層 叫做Comphead H-Nitride 就是 Comphead石科的阻擋層 擋住這個 洩霍的 單紙石科 這個我們在後面的製成整合 你們可能上不到 但是你們要知道 真正Comphead石科的時候 還會再沉積一層 Nitride當保護層 這個Nitride保護層 是在這個Perservation 噸化層 沉積之前 受罪形成完之後呢 你看這裡就會有Nitride 有沒有 這裡有Nitride 這裡有Nitride 這個Nitride就是 10顆阻擋層 這裡表面就已經有Nitride Nitride 然後呢 吃阿賽的時候 就停在這個Nitride表面 然後記得在使用Nitride的層次 只吃掉一點點 吃掉一點點就好 因為吃這個阿賽 這個阿賽很厚 你看 這裡飽了這裡厚 那請問我們最後 是要吃飽還是吃厚 一定是以吃厚為主 而厚度越厚 到時候Over-H的時間越久 你要卻把它吃乾淨 那這裡就吃了比較多 所以使用Nitride當作 10顆阻擋層 可以保護下Nitride 等到它吃乾淨之後呢 這整薄薄的蛋 會只要輕輕的 烘幾下 這個蛋會被烘掉 那下一個Ceq的損傷就會 比較小一點 所以這一層的Countage 是大類的 簡稱CESL 又聯名CeSol CeSol Ceq的表面 怕被石刻到 所以故意給一層Nitron 保護它 這層Nitron 縮寫CeSol 叫做 Countage H Stack 類 就是石刻的時候 停在這層Nitron上面 停在上面 保護這個Ceq 然後這在額外 努力的把它 使用在這層Nitron 這叫做 Countage H-Stack 簡稱 CeSol C-Stack 類 簡稱C-Stack 那接著在後段連接線的部分呢 在後段金屬連接線的部分呢 就有很多種做法 最後都是要形成像 這種雙千四五萬 最後都需要這種雙千四五萬 只要叫雙千四五萬 有部分的洞跟部分的洞 在上面是要短路在一起的 比如說 Inverter 二級 是一個PMOS 一個NMOS 一個NMOS 一個PMOS 一個P在上面 一個NMOS 然後兩邊的GEN 短路在一起 Source 哥爾茲 獨立接 兩邊的GEN 要短路在一起 兩邊的GEN 要短路在一起 那這個短路呢 通常都是怎樣 原件做完之後 在後面的金屬連接線 所以要把它短路在一起 比如說這裡下面是一個原件 這裡下面是一個原件 這裡下面是一個原件 可能這裡接著是 NMOS的GET 這裡可能接著是 PMOS的GET 他們要在上面的金屬 短路在一起 就會用這種做法 就會用這種做法 這種做法 這種做法就叫做 Dior Davidson 雙打碼式的做法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 比較有大碼式 但是這就是它 英雄 那要形成這樣子 兩個小攤碗 打下去 可是上面是把短路在一起 這種做法呢 有幾種呢 各位就願意介紹這種 金屬化製程的做法 有幾種做法 可以達到剛剛要的形狀呢 基本上就是 糧式型科 第一種是怎樣呢 你直接將你想要十顆的 這兩個洞 直接吃下來 直接先吃穿到這兩個洞 接著呢 這是一道彈光 第二格呢 接著你把光組填進去 光組填進去之後呢 把上面多位的光組 給磨掉 吸耳磨掉 那這是光組 接著 這個光組呢 就給它硬烤 硬烤完之後呢 它就不再對光的反應 它就在照到光組 不會被容金這樣 然後呢 你把它固化了之後 硬烤了之後 你再重新上新的光組 重新上新的光組 再重新圖案化 而這個圖案化出來的圖案 就是要管路的區域 你要你把你的金屬鐵架 要管路的區域給開出來 然後呢 一樣曝光 顯影 顯影 顯影完之後呢 接著再硬烤 而前面的光組 又已經烤過了 所以它不會再對光反應 它也不會融解在 那個顯影底裡面 所以突然就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或是之後呢 接著 接著 你看突然就吃出來了 這個已經先吃了 這是第一次吃的時候吃了 這是第二次的食科 接著就去食科 你可以用什麼呢 你可以用Dry Edge 用CM4 Dry Edge 要去食科它 食科下去完之後呢 再使用氧電漿 把所有的光組 全部給播出 就變成這樣 全部播出後就長這樣 接著再沈基你的金屬 再接在沈基你的金屬進去 然後再CMP抹下來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兩個contact上達在上面 短路在一起的圖形就出來了 那至於不需要短路的 不需要短路的 也會做這個動作 為什麼 如果你今天是一根 直直的沖上去的話 這一根會很細 原件變成下面很密密麻麻 但是上面的contact的時候 如果你這是一直直的 你會讓它更大的話 大家知道 截面積越小的 電子積越大 截面積越大的 電子積越會越小 金屬包線的電子積跟截面積很密 所以 如果今天你的截面積就這樣子 直直的這樣上去 這個電子積比較小 而在第二個地方呢 你把它刷一面 它的第二個截面積比較大 那上面這一半段的電子積會比較小 下面這一半段的電子積會比較大 所以半段的電子積會比較大 所以半段的電子積會比較大 那後面這些呢就這樣 你把它做大 做大一點 再十個大一點 可以降低一點 降低一點 它就像金屬穿塞的這樣 這樣子 所以不只是要短度的地方 把它cover到 兩根都cover到 就算沒有短度的地方 我也可以把原來的洞加大 把原來的洞加大 把洞加大 下面這個洞沒有辦法大失 為什麼呢 下面這個洞很像 是一個遠近的圓圓之間隔很近 可是上面的空間是比較大的 比如說 剛剛我們來看到這個電子積嗎 這樣子 它跟它這麼緊密 它就算能夠挖洞 這個洞也頂多像這麼長的 它頂多像這樣子 可是到更上面呢 更上面這個時候呢 它就有幾乎可以再寬一點 它就有幾乎寬一點 或者是旁邊的並沒有短度 或是有些沒有那麼密集 但如果是這麼密集的話 就很難寬 因為如果這麼密集 上面要寬 它也要寬 那就 死無力啦 所以不會啦 不然就是這樣 有些在第二層寬 有的在第三層寬 不一定 要看它基礎拉線怎麼拉 這個跟那個電骨設計有關 IC設計的最好畫的要 最好畫過去 就要決定 那還有一種是怎麼呢 剛剛這種做法是 先打深的contain 深的contain 打完之後再打淺的 淺的contain 再打淺的 那還有一種做法是什麼呢 我先全部打淺的 我先比較寬的先吃 比較寬的先吃出來了 比較寬的先吃出來了 這下那條管路在一起 接著我再開 比較細的小口 接著再上第二層黃瓜 再對比較細的小口 吃下去 吃下去 就變了 然後再把光子去除 一樣可以等到這樣的形狀 但是請問你 假設這是二號做法 二號做法是先吃大的 再吃小口 一號做法 先吃小口再吃大口 根據我們之前 前一個章節 我為你 叫所教的知識 你會選擇哪一個 你會選擇哪一個 二選一 你會選擇哪一個 二選一 你會選擇哪一個 從圖案看 跟我們一樣對不對 用畫的嗎 當然 可是實際上 接下來 誰比較好做 我先問你 開大額動比較困難 還是開小額動比較困難 在圖案畫裡面 當然是小額動比較困難對不對 所以開小額動 是不是曝光要比較清純 他對我一點要求是比較高 而我一點要求越高 我就希望他的表面是越 平整越好 對不對 對不對 那請問 開小額要有平整 請問 先吃小額動比較困難 還是後吃小額動比較困難 還是後吃小額動比較困難 先開的是最困難 你後開的 你已經先開大門再挖一下 從那要開小額動的時候 就已經有 後跟薄的那種感覺 表面已經到高高低低了 不是嗎 對不對 你能達到公開完 已經有高低高低了 你再從不低的地方再開小動了 可是如果你是先開小動呢 先開小動的時候還都是平的啊 上面都還是平的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以這樣的角度去看的話 有沒有 有沒有 在表達你製成的時候 有很多種方法可以達到同樣的問題 但是 總是會有最好的一個方法 它讓你的製成負擔最小 或是最精準 所以身為一個製成整合工程師 就是你自己要知道 我有兩種做法 可是你要挑一個比較合邏輯的 或是比較先就於機械的 如果你的機械很強 那拉沒有差 但如果說你就是有些許的無差 你還是有比較好的別選 所以就有這種先吃大還是先吃小 那講完剛剛的先吃大思想 他其實講的這時候都用光出來 實際上不會有出燒 用光出來拿出燒層 實際上會有很多層 我們先看他最重目的的結果 他就是要把這個吃成剛剛的樣子 他就是要吃成這樣子 小的看在上面斷路 好在一起 那他是怎麼做呢 實際上的製成沒有那麼簡單 他是這樣子 下面就是什麼呢 剛剛講的 H stop layer 這層就是H stop layer 你要開小洞是他H stop layer 然後上面再把小洞短路在一起 而前面講說只有光阻 實際上會有光阻這麼簡單嗎 沒有這麼簡單 首先會是用什麼呢 首先有一層 光阻下面有一層 Bug 這個bug是什麼呢 他是抗反射層 它是Untime Reflection的coding 它是一層抗反射層 而在試刻的過程當中呢 因為通常這個絕緣層很厚 絕緣層通常很厚 因為當連電做好之後 你要用一個絕緣層把它包好 這個bug了它才會比較厚 可是康佩又很小 所以康佩的曝光呢 它曝得很精準的話 我們前面講過 光阻就沒有辦法太厚 在無疑人章也講過嘛 尺寸越小的圖案 你的解析度要越好 你的景深就會越小 景深越小 你的圖案要清楚 你的光阻的厚度 就一定要在景深裡面 所以光阻一直保暖 可是光在試刻的時候 光阻是來當作四顆脂肪層的嘛 對不對 可是你在試刻厚薄的時候 是會消耗光阻 你的光阻又這麼薄 你在吃厚薄的時候 是不是很容易光阻就被消耗掉 就沒了 那些朋友是旁邊的阿載單板出 最高就被擋住了 所以 光阻下面出的抗板熱成 就是為了曝光的 抗板熱成可以幹嘛 降低出波效應嗎 老師有考過嗎 有什麼辦法可以降低出波效應 抗板熱成啊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GIN 就是來當作什麼呢 光阻就算十顆沒了 還有GIN當十顆 因為我們基本上 我們用我們吃 我們十顆二氧化心用的氣體會是佛 炭佛化露嘛 炭佛氣體 炭佛氣體對GIN的傷害比較少 所以GIN可以擋得去 所以你看為什麼這會變成三層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因為這樣 光阻下面看滿身層 下面有GIN是為了怕光阻擋不住 他就成GIN可以擋死 這個樣子 然後呢開始 所以才刷TIN金屬 來做遮蔽層 而這個TOS基本上也很難遮蔽 因為這個 這個本身也是R3 TOS本身也是R3 大家知道TOS 原本就是4E氧機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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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es 它就是出來 ATHYL 他就是什麼呢 CINs next CIN旁邊有O 然後O後又有很多GIN 然後經過加熱 列解掉旁邊的 面種結核脂 流下SiO Bruce 43 TOS 這個我們前面的家是這個時候介紹過 所以呢 所以他首先 你看到他先吃比較深的 因為這是吐完他比較深的 所以他先吃比較深的 比較深的吃完之後呢 才去吃比較淺 比較深的吃完之後呢 再去吃 而且你要看喔 你看他分兩次 他第一次吃的時候 沒有一次吃到 他不用一次啊 因為在開第二次黃光的時候 開第二次黃光的時候 他還是會漏出來啊 就第二次黃光的時候 這個就消失了 然後在吃的時候 是他會被消耗 而這裡還會繼續被消耗下去 所以他第一次的時候不用吃到 他流了一片厚度 在做第二次時刻的時候 他自己想繼續往下吃 所以就我們從前面這個C 一開始沒有吃到 吃第二次的時候就把它吃到 吃第二次的時候 原本這隻厚的嘛 我第二次把它吃飽的時候 第一次的地方就會再往下吃下去 就會看到這邊了 這都要是吃蒜頭 吃破頭會怎麼樣 就會吃到碎了 所以這裡面有個 H-STAR LEG 就在上面 然後最後微孔大了一下 就可以把它打掉了 甚至是怎樣呢 直接拋點熱乳酸 如果這裡是那一船的話 如果這不是地下人的話 這只要拋點熱乳酸 也可以小朋友 你可以拿掉了 或者是輕微的該吃風 洗一下 然後接著呢 接著就把銅 基本上就把銅塗進去 那銅的成績現在用的是什麼呢 用的是電鍍 電鍍 銅現在都是用電鍍 用電鍍進去的 然後銅塗完之後呢 接著一樣CMP 把它磨叮 後面的強烈的話 它會加造紅的電鍍 接著磨叮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所以你們看到 界電池十顆 你們看到 如果是阿塞 Nitrine 這些 我都覺得奇怪 只要是阿塞相關的 或是Nitrine相關的 全部都是CM4跟CM3 或者是餐點氧 或是餐點氫 之類的 那底層要燙氏科的 另外會有什麼呢 都會使用 大部分都是用金屬 都是使用金屬 來抵擋它 有彈下面的 H-Star類 大部分會使用金屬 因為大部分的金屬 比較不會被FOR 給揮發 除了WU之外 我們常看到的金屬裡面 會跟火反應形成 氣化物的副產物的 就是WU Constant WU 因為WFU是氣化物 其他的所有的金屬的 大部分會毀發 不太會 或是反應速度很快 就這樣 那時刻的終點 通常是讓它看什麼呢 這項目就會游行 這是借鑒之時刻 你會看到游行跟媒體差不多 因為都差 寫的資訊都差不多了 這地方我就不曉得它寫來幹嘛 因為沒有什麼 判別人 好 甲王接電池時刻之後 我記得回到施力可能的時刻 施力可能的時刻 施力可能的時刻 在整個VS3或4的製造過程中 主要發生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 經驗拿來 要開始炸 製作電晶體之前 要先做 shelow change isolation 會有次時刻 大家記得嗎 做shelow change的時候 需要時刻的單元性 還有一次的C時刻是什麼 雜急 GAME是多晶系 那也是C的時刻 但是單晶系時刻所用的條件 跟多晶系使用的條件 不一樣 在該式時刻 用的是不一樣的條件 不一樣的條件 那 早期使用Locos 點三個製程 以前用的Locos 不需要時刻系 因為它的Isola也是靠氧化 漲出來的氧化石 就是C的表面會氧化 而氧化會 上面會紅上去氧化石 所以早期點三個Locos 也化成了絕緣層 是不需要時刻系的 但是STI就需要時刻單機系 我們休息一下之後 後來介紹一下 單機系的時刻 現在是用在STI 在更早之前 誰最會用 日本人 因為日本人早期 是做DRAM的量級 所謂的DRAM 動態隨機 記憶體 Dynamic Rhythm Assess的Memory 它的構造就是什麼呢 一顆電阱體 配一顆電容 1T1C 1 transistor 配1 capacitor 而電容的面積要大 電容的面積要大 它全部的電容量才多 電容量才大 而電容的面積要大 要強變大呢 一種做法就是挖動 動態的越深 整個面積 重面積就會越大 這個我們大家來介紹 這邊先休息一下